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高雄春天艺术节正在南台湾热烈演出中 今年有很多精彩作品 包括有美国现代舞教父之称的Beauty Jones 他是第一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舞蹈家 还有来自德国的黑色幽默喜剧天堂大酒店 当然还有很多台湾的精彩作品 我们今天邀请到艺术节策展团队陈绍元 来现场分享这么多精彩作品 绍元你好 惠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说其实高雄艺术节 其实时间很长 那精彩作品非常非常多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天堂大酒店 去年的台北艺术节 邀请了一个面具肢体剧场 叫做安德鲁多利尼 这样一个作品来台湾 非常受到台湾观众的喜爱 但这个团更厉害对不对 我们也就是因为去年的台北艺术节能够尝试 我们真的很感谢耿一伟总监 先帮我们大胆的尝试在台北推出这样的作品 我们发现他票量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也在邀请了 去年邀请了Pinert Bosch以后 Pinert Bosch舞团的舞者 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德国的剧团 叫弗洛兹剧团 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他是去年去台北艺术节 这个剧团的师傅团 其实他们这个剧团的这个这样子的创作 影响了很多欧陆的剧场 对他们这个佛洛兹剧团 它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作方式 就是用面具 用肢体表现 演出过程中其实没有讲话 透过音乐跟肢体表现的一个方式 带动了非常多人 跟他们一样尝试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法 那我们这次邀请来的作品 就是他们巡回了全世界17个国家的一个作品 叫做天堂大酒店 那这一次也是亚洲独家 只来到高雄春天宜主节演完 他们就要去别的地方演 不会在亚洲演 对你们这次其实很可爱耶 他们还特别拍了一支影片 对没有错 要跟台湾的观众say hello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不好 没有大家想来看 因为这真的太可爱了 明显的ектор sort of 是战乐的 代表 大人 内派 在川市里团得 大人在张图 大人 大人 好 其实虽然他们戴着面具 你是看不到表情 他们也没有对白 可是光是看这样子的几个肢体动作 你都觉得很开心 对 而且他们的剧情当中 其实有非常多的重复一些动作 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有一些重复的动作 例如说里面有一个老太太 她会一直拿她的拐杖打人 那没打一下就会变成是一个笑点 然后我们看现场的录影带的时候 发现观众的反应都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这一次把他们邀请来 也因为这个特色 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一场 它是厅障厂 它是工艺厂 我们找到高雄在地的企业合作 所以我们首野的那一天 会有将近200位的厅障朋友 有这个在地的一个游艇公司 邀请他们走进剧场来看这个作品 刚好他们也不用听到他们讲什么对吧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作品 其实是非常难得而且有趣的 对 好 其实去年我们看那个安德鲁与多利尼 它是有一点点悲伤 他在讲失智症的事情 可是这一次天堂大酒店是一个 我们刚刚形容它是一个黑色幽默喜剧 对 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剧情好不好 一个非常欢乐的作品 就是在这一个酒店里面 非常多来来玩玩的旅客 他们所发生的各式这样的关系跟故事 以及这一个旅店里面 有一些非常脱线的行为 所以这作品它短短的85分钟内 但是就是一直出现非常多欢乐的片段 你可以透露一些剧情吗 我觉得这个剧情一定要大家进来看 因为它讲出来就没有那么 因为是喜剧 你讲出来就不会觉得好好笑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笑 这个一定要卖关系 大家一定要进来 喜剧不能卸破梗 坚持不肯抢 对 那你讲一下它的好笑的点在哪里呢 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是重复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肢体的放 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说是用夸张这个形容词 但是我觉得 博物质剧团他们每一个演员的肢体的放的程度 会让你觉得很刚好 就是他在需要很大的动作的时候 动作很大 大到那个整个舞台的张力 你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到 然后需要小的时候 他又会透过很轻易的一些小动作 让你就这样笑出来 然后我觉得他们让所有我们团队里面的人 觉得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 它是面具 面具是没有表情的 对 可是它的肢体竟然强烈到让你觉得那个面具好像有表情 是 对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进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这五个演员都非常厉害的一个演出 去年的安德鲁多尼你其实他是四个演员 演了好多的角色 对 这次同样也是这样吗 这次没有 这次他们就是比较专注在这些角色上 所以会有两三个是固定角色 但另外有两三个他会变快 对 其实讲到喜剧 今年的春天艺术节有一个很有趣的喜剧 是加拿大团队带来的 对 阿丽丝梦有个仙境 它也是一个很热闹的作品 我们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对 但是它把它的魔镜森林变成爸爸的书房 所以里面会有很慌张的哥哥 然后会有到处乱跑的猫猫虫 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兔子先生 然后剧团就结合了杂耍 结合了魔术 然后来诠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作品 那这个小女孩就在爸爸的书房里面 进行了一个很可爱的探险 它是给小朋友看的吗 我们觉得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看 我们更欢迎爸爸妈妈带小孩来看 而且她也是一个学英文的好机会 所以我们跟团队要求了剧本 公开剧本还有学习单 希望小朋友可以透过这次看戏的经验 也来练习一下她自己的英文 好 可是这其实爱丽丝梦文先进 那个先进是真的很特别的一个 完全违反这个世界常态的先进 但是在爸爸的书房里面如何是一个先进 这个在爸爸的书房里面也是一个 完全违反常态的先进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到网络上看一下我们的预告 你就会发现好特别喔 那时钟会跑出来啊 然后书会跳出各种不同的一个 该怎么讲 有点像是立体地图的概念 所以当她打开一本书的时候 她就遇到了一段故事 然后这一段故事里面的角色就会冒出来 然后在这一个书房里面 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画面 像我们都知道爱丽丝拉梦文先进的时候 是跟着故事 跟着兔子先生掉到了一个洞窟里面去 那她在这个作品当中 她就跟着兔子先生掉到了这个书房 然后在这个书房里面呢 他们就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人 那里面有一个很慌张 很慌张的蛋头先生 然后这个蛋头先生 就会做非常多滑稽搞笑的动作 然后他们会遇到一条毛毛虫 那毛毛虫会带着他们去探索这个世界 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会出现各种不一样的人物 甚至一些动物 甚至我们可以知道的红星皇后 或是扑克牌士兵 那它其实是由这四个演员 转化成各种角色 然后在里面不停地扳演这一些故事 然后用魔术 用杂耍 然后用演员的演技 然后用一些音乐 然后让观众看到一个小小的 大概才在舞台上 一个小小一层楼半的建筑物 但是它可以变换出将近几百种的场景 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小的道具舞台 跟几个人 但是可以一直不停地转化 我敬仰他在作品中 我们可以一直看见他 对于社会的关怀 对于生命的关怀 还有那种很让人可以感动的诠释方式 我敬仰他在作品中 就像这样一样的心 那么你再拍一下 我敬仰他和我敬仰他 我敬仰他在作品中